以致的十项第二部 第七册 第67节 下 下面的资料安插在这里 是因为下一节课 第68节课 塞斯会讨论到 1964年7月3日 星期五晚上10点05 正和我又做了一次显灵版的实验 我们做在显灵版前开始 没有问问题 接收时的拼写错误也包括在内 在我们进行的过程中 我逐字逐句地做了记录 适合否两个字是印在显灵版上 每当指针移到这两个字时 这里都会用括号注明 是罗伯茨 真 你是 灵媒 我问 你是谁 我是汤姆罗伯茨 汤姆罗伯茨是谁 亲戚 什么样的亲戚 屁 是 再试一次 你是什么样的亲戚 叔叔 真说 我父亲没有任何兄弟 祖叔公 你死了吗 我指的是像我们这层面说的那种死亡 当然 你是哪一年死的 1841年 你在哪里死的 在晚上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地点吗 奥斯路 奥斯路 挪威的吗 是 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奥斯路的街道名称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名称和斯诺普斯有关 在显灵版拼出上述答案之前 珍已经在心里收到了大部分答案 她也以类似的方式接收到一些其他的回答 在整个课程期间 她预先知道了许多答案 然而她并没有听到赛斯或任何其他的声音 就像托马斯沃格勒那次的通灵会经验一样 答案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汤姆罗伯茨 你可以告诉我们斯诺普斯的事吗 否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组织会之类的 我不记得名字了 你到过美国吗 是 什么时候 1839年 哪里 上普兰 什么是上普兰 北边有水的地区 你在哪一年出生的 1789年 你死的时候多大了 够老了 比现在好 中风 52岁 很好的一生 美好的妻子 你妻子叫什么名字 最亲爱的 最亲爱的谁 在汤姆罗伯茨开始拼出名字时 正和我都提前知道会是什么 塞马 不 塞尔马 你的哪里出生 汤姆罗伯茨 英吉利岛 你能否告诉我们在英吉利岛的哪里 威尔士 威尔士的哪里 你能告诉我们城镇的名字吗 坦达夫镇 汤姆罗伯茨 为什么你今晚这么容易就与我们连上了 我像星光一样明亮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聪明 你以前和我们在一起过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此刻和我们在一起 德尔默和你们在一起 德尔默和你们在一起 真的父亲德尔默 罗伯茨几周前来看过我们 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 真难得见到他 就算他从佛罗里达来看我们 也不过是待个几天就走了 那你一直和德尔默在一起吗 有时 你和德尔默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我关心的事 你知道 或者你认识托马斯沃格勒吗 是 他是朋友 在哪一个国家做朋友 我们都是灵媒 一群家人和朋友 你现在是在哪个层面 不同的 你会回到我们层面吗 什么时候 你会再转世到我们层面吗 如果有办法 我不会 你现在在那里做什么 说来话长 好吧 你至少能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吧 一个重组 在哪方面 天赋 那又怎样 你认识赛斯吗 汤姆罗伯茨 赛斯是最好的 挚友 到现在为止 真和我高度怀疑这些消息的来源 我们怀疑来自潜意识 不用说 使用指针 我们都非常小心 不去有意识地移动指针 那天晚上赛斯说 他不认识托马斯沃格勒 他不认识我 我没说他认识 如果你们是挚友 应该相互认识 我是一时兴起脱口而出 我的意思当然是说 如果托马斯沃格勒 和汤姆罗伯茨是朋友 如果赛斯现在认识汤姆罗伯茨 那么赛斯也会认识 托马斯沃格勒 或者至少知道他这号人物 很多原因 什么原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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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针在显灵板上 三次移到上面的字 我们俩都感到惊讶 我开玩笑问针 他对显灵板做了什么 显灵板似乎失灵了 所以我记下了结束时间 11点15分 针我觉得意犹未尽 所以我试了几个办法 想让显灵板再次作用 首先我独自坐在显灵板前 看我是不是能弄到什么 在过去我从来没成功过 指针甚至没有在字母上移动 这一次 指针真的开始动了 很慢 在针记下它停顿的每个字母时 它的速度逐步加快 这一连串的字母 没有显示出任何意义 可以补充的是 一整页的字母串 竟然没有一个碰巧拼凑出来的单词 甚至连很短的词 如、去、到、但、在、是都没有 几乎就像指针或我自己 故意选择了根本认不出的东西 接着针独自试了显灵板 上周他就自己引出了 托马斯沃格勒 今晚显灵板对它完全不起作用 就在我们试着一起 做最后一次尝试时 显灵板几乎立刻开始回应 11点48继续 罗伯茨 你把我关掉了 为什么 你认识赛斯吗 汤姆·罗伯茨 我说过我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 赛斯在哪一年死去 你问的哪一次 你和赛斯在地球上是朋友的那次 我们现在是朋友 不是在地球上 你是像赛斯那样的存有吗 是 你存有的名字是什么 尤瑞克 这样写是对的吗 是 你也像赛斯一样 是一个教育者吗 培训中 赛斯是你的老师 还是其中之一 是 赛斯知道你正在与我们联系吗 是 尤瑞克 当赛斯和我们在一起时 你也与他在一起吗 没有 你是否曾和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联系过 没有 那么这是你的第一次吗 是 你觉得这个经验怎样 我不确定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赛斯对你和我们的这一次经验有什么想法吗 不 你能问他吗 是 好 那就问他吧 等一下 他不太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他要我再多学习 你和我们的接触 有得到他的允许吗 否 这样的事有必要吗 否和是 那是什么意思 复杂 汤姆罗伯茨 我们以后还可以联系你吗 是 晚安 汤姆罗伯茨 再见 12点20结束 我们结束了通讯 因为我们现在都累了 似乎我们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当我在做心理时间练习时 有以下经验 7月2日 星期四 晚上8点15 就在我刚躺下来之前 我的小腿有轻微的刺激感 但是在我达到所需要的状态和第二状态后 却一无所获 这一次我从头部开始往下诱导 似乎效果更快 后来我听到一个无法辨认的声音 在我右眼视线的下方说 乔治 艾伦很担心 之类的话 这句话没有说完 至少我没有听到全部 后来我站在一个门口里面 看着我自己走出那个门口 我用右手放掉沙门 让他在身后关上 我拿着一个9成12寸的牛皮型风袋 戴着运动帽 穿着T恤和卡其色短裤 走出那道门 我说 好了鲍勃 我会见你的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 声音又变弱了 我试着问自己 但没有得到答案 在这次的实验里 我的双腿有时会感觉到 膝盖弯曲 有点上翘 尽管在理性上 我很清楚 它们仍然平放在床上 另外 我的前臂和双手 也有相当明显的 高高升起的感觉 虽然我的手实际上 是和我的背一样平放的 这是一种同时 在两种高度上的奇特感觉 可是一旦习惯这种感觉后 就觉得非常愉快 实验过程中 还有一些零散的片段 我醒来后就忘记了 7月3日 星期五 晚上11点 因为7月4日 国庆放假 我以非常放松的方式 躺在床上 在没有诱导出 想要的状态的情况下 我又经历到了 双手和手臂上升的感觉 我刻意做了个实验 移动一下右手 这样我就能意识到 感觉到了下面的毯子 我不费力 就进入了所需的状态 这个接触 消除了右手的上升感觉 但左手却还保留了这种感觉 于是我躺了几分钟 探索再次同时处于 两个不同高度的怪异感 晚上9点 这也许可以称之为 路易斯安那州的插曲 我有些不确定 只能等塞斯的解释了 遗憾的是 在离开所需的状态后 我没有留住全部的内容 我至少花了一天的时间 才回忆起 我现在写下的东西 开始时 我放松着 没有太过努力地 追求所需要的状态 我没有轻盈的感觉 然后我在一辆 停着的车针上方 那是一辆 灰色圆顶的老式轿车 俯视着这辆车 我看到一个很年轻的男子 穿着白色衬衫 袖子卷到手肘上 他急匆匆地 绕着车子转了一圈 往车里瞧 我看不清 这辆车是停在 高速公路上 车道上 还是别的地方 嘿 我说 下面是怎么回事 那人抬头看着我 他似乎看到了我 并且对于我在的位置 并没感到惊讶 他指着车 我看不到车窗内的情况 里面有一个人 他说 他不太对劲 我没办法把他弄出来 门是锁着的 和我说话的人 有一头浓密的棕发 肌肉瘦削的身材 一张宽厚担心的嘴 方正的下巴 每次他跟我说话时 我都看到他一个人 就像在一个大的乳白色屏幕上 屏幕指到他腰部以上 大于这个人原来的比例 每次他说话时 他似乎从右下角倾斜到屏幕上 而且在说话时 还保持着一定的倾斜度 我的视角也降低了 但没有低到他的高度 你能看见我吗 我问 是的 当然 我可以看到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乔治马歇尔 这什么镇 你住在哪里 乔治马歇尔给了我一个 明确又清晰的答案 但令我懊恼的是 我现在想不起那个镇的名字 我听得一清二楚 并且还记住了一段时间 但在开始记下这个经历时 我忘记了镇的名字 乔治马歇尔确实说出了 州名 路易斯安那州 出于某种原因 我很轻易就记住了 我一点都不怀疑 我对这个州名的记忆 不过 不知何故 那个我想不起来的城镇名字 我知道它位于 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北角 事情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好像我很难再聚焦在那个情况上 我变得很难开口说话 我记得我非常努力 几乎是拼命地 想把我想说的话说完 听着 我的名字是 罗伯特 巴茨 我希望你联系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完那句话 我感觉乔治马歇尔 答应与我联络 记得赛斯曾指示 珍和我 要我们在心理时间当中 试着要求 与我们接触的人 做这件事 为了唤起我的记忆 我查看了一份街道地图 路易斯安那州东北角 有两个小镇的名字 对我来说似乎有点熟悉 哥伦比亚和卡梅隆 然后来和珍出去兜风时 我突然想到 我要的镇名是谢里登 在那个实验当时 我就记得 当时我想到 乔治马歇尔 给我的这个镇名很合理 他和怀俄明州的一个镇同名 再次查了一次地图 我没有在我希望的地方 洛杉矶找到谢里登 但接着我就看见了 阿肯色州的谢里登 这是一个小城镇 穿过路易斯安那州 北部边境 进入阿肯色州 大约50英里左右 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中北部 成一条南北直线 但我觉得很确定 乔治马歇尔说的州名 是路易斯安那州 不是阿肯色州 7月4日 星期六 晚上10点半 成果不多 有一次 我好像是平躺着 向上直视着 一连串的美国国旗 拉下了一大卷 他们都是上下颠倒的 7月5日 星期天 灵星的模糊印象 没有震颤感 7月6日 星期一 晚上8点15 没有结果 7月7日 星期二 错过 真的记录 7月3日 星期五 下午 我看到月光 照在暗黑的水面上 岸边有一位 模糊的女子身影 远方有一艘帆船 7月4日 星期六下午 我抬头看着一棵 高大的树 感觉自己 好像要悬浮到树上 我的脚被猛力一扯 把我从状态中抽了出来 然后我听到 罗伯的母亲 大约说了这么几句话 你要带我回去 不管你知不知道 然后我听到 不知道是谁的声音说 调查 小时